在小巧溫馨的店面內 不但擺設各類土壤材料跟工作器具 更吸睛的就是許多獨一無二的精緻盆栽 讓人愛不釋手 所以民眾跟小妹妹都搶著要收藏 不但可以美化居家 療癒造型更是最好的紓壓好物 一般的花店跟盆栽店 感覺起來就是比較雜亂 那當然花都很漂亮 可是來到這裡看到會有一種很療癒的感覺 整個氣氛跟氛圍 我覺得這個是舉人想要打造的一個環境 這麼牙齒好像是一個藝術品的感覺 對對對 那這個花花跑草放在家裡就是會有療癒的感覺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比較 在家裡比較難會接觸到食物 你要怎麼照顧她 爸爸有還要泡 好 喜不喜歡 所以就是還蠻想挑個植物 就是擺在辦公室或是擺在家裡 對啊 調節一下 就是感覺空氣比較好 然後看得清理比較好 然後對啊 而且工作壓力大 感覺把植物調節一下 花氣好特別喔 這個我都好喜歡 跟一般的花氣看起來不太一樣 我覺得很有質感 植物與豬創辦人張瑞宇表示 希望透過教學推廣 讓民眾了解植物屬性 以及適合的土壤環境 進而養護出喜歡又適合的盆栽 不但可以佈置住家 甚至也是最好的環保禮物 我自己在羅東這邊開了這家實體店面 那同時這也是一個就是屬於大家可以一起 喜歡植物的人都可以一起使用的植物工作室 對 那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藉由就是正確的照顧方式 跟正確的知識來就是喜歡跟植物在同的空間 就不會害怕說照顧死就不養植物這樣子 比如說像這個斑葉馬拉巴莉啊 它的根是細的 對 所以你如果放在一個很大的盆子裡 它就會根就會吸不到水分跟養分嘛 所以通常我就會依據它的大小去找一個適合它的盆子 讓它的水就是讓它的根可以生長得剛剛好這樣子 土乾了在澆水 對 那土要怎麼分辨它是不是乾的 其實就是可以收支插進去土壤裡面 看一下它的濕度 對 如果覺得是已經是乾的了 那你就可以澆水 然後澆要澆到它的盆底的孔 對 流出水來 這樣表示它整個根跟土壤是含水的 民眾可上臉書植物與豬粉絲專頁 查詢實體店面或是預約植栽教學課程 體驗手作樂趣跟成就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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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